对大部分人来说 创作故事是困难的事情 就算心中好像有无数点子 一旦坐在电脑前 要不大脑空白 要不写出一段空洞的垃圾 创作故事的能力 对于小说 漫画作者 商业王岸 影视编剧来说 可是最核心的技能 村长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挑战 五分钟创作神剧本 我们的规则是 No.1 选一件无聊的事情开始写 No.2 一旦写出的情节 就绝对不能删除 OK Here we go Version 1.2 有个人去买手机 Watty 这应该够无聊了 发生朋友圈都没有人会理你 接下来加点细节吧 Version 2.2 Dodo去Apple Store买手机 然后和店员发生了战斗 Watty Fuck 为啥去买个手机要发生战斗呢 此时深深地感到 把自己给坑了呀 但是没有办法 规则是写出来的情节 就不能再伤了 所以硬着头皮接着鞭 Version 3.2 Android党技术宅Dodo 想给喜欢时尚的女友乐客 选台手机当作生日礼物 她带着乐客去了Apple Store 但是面对盛气凌人 并嘲笑安卓系统的电源 Dodo非常不服气 于是和电源发生了战斗 最后Dodo被轰出了电外 Watty 妈 剧情逻辑勉强难说通 但是呢 干巴巴的 唤起不了观众的 XX高潮 在家把力 我们好好把细节湿润起来 车长你先走 Version 4.2 Android党技术宅Dodo 和乐客交往了 已经五年 他想送一部手机 给心外的女友 当生日礼物 这天 他带着乐客 来到了Apple Store 一踏进店内 一位穿着T恤 自称天才Genius 的人立刻上了钱 有礼貌地笑着 我 我们想看一下 新出的iPhone X 哦 那不叫X It's 10啦 Dodo随手拿起步 发现售价令人炸舌 有 有优惠吗 没有 我们从来不打折 那 那有东西送吗 没有 我们不是那些低贱的 连吉祥物 都长得差不多的 V-V-V- And-O- 不 Dodo断绝胸口隐隐作痛 他这时才发现 对面 这位天才 已经暗自运起了 优越感低层功力 那 有贴膜吗 没有 贴膜这种事 是庶民才做的事情 这会毁掉我们产品 丝滑的触感 天才的优越感 已经提升到了第二层功力 听说iOS升级到最新的系统 手机会比较卡顿 耗电也会加快 Dodo作为安卓党的死忠 他不甘示弱 也运起了第二层功力 来抵御天才的进攻 卡顿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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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must be mistaken 我们Apple的设备 是最流畅的 而且我们Apple 是世间真上美的化身 不可能故意升级 让你的手机变满 一定是您搞错了 天才竟然使出了 超越Dodo的优越感 第三层功力 回过山来 Dodo竟被震退了一尺 那电池和屏幕坏了 有保修吗 哦 你可以先上一个月的工资 然后预约排队几个星期 到那时我们可以免为其难地接见你 但如果你不升级到最新的系统 连预约维修都约不到 Dodo为天才散发的优越感 第五层力量 压得只能趴在地上 不不行 我 我不能输掉安卓宅的荣耀 不能输给这些明明就是大黄瓶 还装出一副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 是你不懂欣赏的嘴脸的 这些连USB Type-C和Thunderbolt的区别都说不清的 这些拿着别人出了好多年的技术 装成一副自己手撞的样子的Phony们 想起安卓世界的伟大前辈们 Dodo竟爆发出了优越感第六成功力 看到同伴的惨败 其他的天才都从Apple的KamiSama Steve Jobs 创造的玻璃天梯跳下 纷纷聚集起来 咱们连在一起 这力量真是史上最强的优越感 第九成功力 团队精神 Dodo被这强大的优越感 轰出了电外 Dodo倒在地上 抚摸着她的是女友乐客 我们在一起五年了 你每天搞机 弄电脑 玩弄药 已经连看我一眼的时间都没了 你需要的不是手机 而是你多点时间陪我 我们叫杯热咖啡 就这么靠在一起 过一下午好吗 这是我想要的生日礼物 他们牵着手 踏进附近一家的Starbucks 正要点单的时候 面前赫然出现一位 穿T恤 自称咖啡师 Barrista 我们没有小杯 只有拓 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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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用 FilePay 只能用 WhitJab App ApplePay 去二楼 可以享受 没有更好 只有更贵的 Premium咖啡 面对着扑面袭来 深不可测的优越感 Dodo又暗自运气的命令 这势必又将是一场恶战 創作有趣的故事 其实非常简单 No.1 写自己熟悉的是 有细节才能被认同 如果写自己完全不懂 什么调查也没做的主题 写出来也是空壳 除了你自己谁也骗不了 No.2 把这些事情推到极限 No.3 别太把每次写的东西 太当回事 一遍一遍去修改 去进化 大石和小白的低稿 都一样扎 区别不过是 大石会修改到第一百稿 很多人说自己写不出来 其实就是才在第一版 写了一两句就删了 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 所以勇敢和快乐地去创作吧 欢迎加入有爱的朵朵村 也欢迎来我们每期的 同日赛比拼创作和脚机 村民们下次见 Adios